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去世前 他告诉家人 莫雷拉曾经历过1918年流感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西班牙内战 他在2020年 也就是他113岁生日的几周后 曾感染过新冠疫情 当时他被隔离在家中的房间里 但随后完全康复 他的小女儿莫雷特将母亲的长寿归于遗传 他在2023年告诉媒体 母亲从未去过医院 从未骨折过 他很好 没有疼痛 莫雷拉自己曾告诉吉尼斯世界记录 他相信自己的长寿源于秩序 宁静 与家人和朋友的良好联系 与大自然的接触 情绪稳定 无忧无虑 没有遗憾 充满积极性并远离有毒的人 以及幸运 巴塞罗纳大学研究小组的成员 尼传学教授艾斯特勒告诉媒体 所在小组曾经研究过莫雷拉的DNA 以确定他长寿的原因 2023年10月 他曾对媒体表示过 对老人的健康状况感到惊讶 他说 他的头脑完全清醒 清晰地记得自己四岁时发生的事情 而且他没有老年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仅有的问题是行动不便和听力问题 这太不可思议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 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 下载收听